字幕秀科幣 各位早 歡迎收看最普通的環球直擊 到了新年 投資題材上 和去年會否有明顯分別 今天請我們古會專家和我們一起談談 Aaron早 早 Apple早 相信今年大家既望著 雖然疫情完全沒有了 但起碼經歷了差不多一年的適應期之後 可能令到金融市場沒那麼容易 因為這些消息變得比較波濃 看回那間大行的一些經濟預測 或是整個金融市場有甚麼變化 其中一些大行就說 與其今年大家繼續追捧風險資產 是否因為主調仍然是美匯弱 有利美股呢? 我想美匯弱是一個大方向 大家終於在2020年 重新審視美國的經濟環境 因為的確是一場疫情改變了市場的看法 包括將美國的息差劈息去到零息 幾乎將過去五年對其他外幣的息差變成平起平座 經濟上一場疫情令到大家看到 美國好像有少許衰退的風險 一個因果關係其實就是 美國需要政府不停去救經濟 救企業、救家庭有些新一輪的經濟方案 最終拖拉了半年 其實就在年尾的時候 終於有個九千億的方案出台 我想這個是市場上 對股市投資來說算是好消息 起碼很多企業是有少許捱得到的資金 可以繼續捱下去 但是現在市場關注 就是一月五日的時候 參議院的選舉 那究竟民主黨可不可以做一個強勢政府呢 如果可以的話 其實就一個 包括大家看到去參選時提出的一些政綱 例如說 大規模一些的經濟刺激方案 因為最初民主黨其實是提出超過兩萬億 所以大家預計除了這九千億的方案之外 很快還會有另外的可能一萬五千億 這個我想對美國的財政赤字來說 很大壓力 對美元是一個不利因素 對股市當然是好消息 另一邊就是當然在看加稅 如果在這樣的經濟環境之下 我想拜登有機會就是做不到去提出那個加稅項的百分比 可能只是著糧色去加加 所以對市場來說仍然算是有利 我想大環境上面 大家會見到聯儲局也好 其他的央行也好 根本上在2021年其實是沒有條件加息的 央行其實是想製造一個比較有利的投資環境 因為經濟2020年受到太大的衝擊 尤其是當然是航空業、旅遊業、零售業等等 所以央行其實是想保持一個寬鬆些低息的環境 尤其將融資成本減低了 讓大家借錢又容易些 如果你真的想去擴充營業都可以借便宜錢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股市是非常之有利 仍然是對市場對投資者來說是一個好的投資環境 但如果說到美匯 由去年年底開始 一直都說到今年2021年的時候 大家都是看八字 究竟88歲是否最低的位置 還是其實只不過是初步第一個指標 有機會落到88之後再穿下去 我想穿88機會是高的 因為88其實是一個技術上的支持位 說的是2018年的低位 但是始終大家會看到美匯指數的方向 其實是受著內優外患影響 剛才我們所說的是一些內優 就是自己本身面對的問題 就是沒有做一個息差優勢 也都經濟不好 大家亦都看到財政赤字的壓力是大 但是有些外患 其實是受著其他貨幣的挑戰 例如歐元 歐元其實上年我想最大的主題就是 簽了一個共同基金 有一個共識 大家就不再擔心歐洲有 另一場的金融海嘯 另一場的歐債危機會出現 這個重新對歐元是有些信心 就是在挑戰美金 當然一隻貨幣是不足夠的 有人民幣 人民幣也是另一個強勢的貨幣 在挑戰美金的霸權 當然它現在未成功 但是你看到人民幣 中國來說 經濟上 息差上 其實是在跑贏美國 亦都在跑贏其他經濟體 加上他們 2020年的時候 又開始測試 或者推行一個叫做數字人民幣的概念 這個是需要大概三至五年時間 是要去測試 但是 如果一旦成功的話 你看到中國在這幾年做的動作 上年年底是簽了一個 跟東盟十國 一個我們叫RCEP的貿易協定 亦都在年底的時候 跟歐洲亦都在談合作的協定 如果你加上數字人民幣 即是說貨幣 或者貿易上的關係 可以再緊密一點的話 其實的而且確 它有找貨物 例如說無論商品也好 貿易的往來也好 原來不需要用美金去找數 原來可以直接 例如人民幣和其他貨幣 自己去互換 對國際化來說 也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我想大家在預視 可能三至五年 會不會有這樣的轉變 這個對美金的依賴性低了 才是對美金最大的打擊 還有大家看今年2021年 可能經濟的情況 數據仍然以中國公佈的 會較為量例 因為之前社科院 在去年年底時 都發了一份藍皮書 說到今年經濟恢復的情況 應該是樂觀的 還有你看經濟增長預測的數字 都是他們的比較大數字 高一點點 人民幣全年來講 是否都會走一個偏強的格局 是的 我想環球經濟復甦 是今年的投資主題 很多投資者其實想在尋補 可能之前2020年落後的板塊 都會炒一些周期復甦的概念 中國經濟的確是比其他市場好 所以大家都沒有理據 去大手沽空人民幣 因為始終無論是息差 無論在經濟數據上 其實加起來 其實中國有內循環也好 如果經濟復甦 對它出口也有好處 所以是承受到一個偏高一點點的人民幣 所以今年大家的目標 既然美匯指數看著 2018年的低位 是88米先 我自己覺得再深一點 可能去到85 但人民幣也先看著 2018年的低位大概是6.2、6.3 這個水平 所以有些大行也和我的看法一樣 就是覺得有機會穿完2018年低位 可以再穿陸船 但我們一步步看 我覺得如果有機會在第一季 是藉著一個美金的反彈 輕微的反彈 人民幣有些所謂的調整的話 可以大概在6.7至6.8之間 慢慢收集人民幣的資產 如果收集上已經有的話 我亦都不介意 而不變應萬變 今年人民幣相信仍然有大概6至8%的升幅 年初開始 大家都要做好適當的部署 因為根據不同渠道的預測 今年中國經濟增長 有機會達到7%點多 這個數字應該在不同的國家 都算是比較突出一些 到時我再和Aaron逐一分析 你現在在看智庫財經的YouTube Channel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之後 按下小鈴鐺 我們有最新的訊息 以及最新的影片 大家就會看到 我們還有一個Facebook的Fan Page 大家記得也要支持一下